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大家都会觉得世外桃源只不过是诗人们虚构的一个地方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这个地方就是霸美村 位于云南闻山州广南县 村子被崇山峻岭包围着 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山洞后 人们想要进驻霸美村 必须要乘坐牧舟穿过一个狭长的水洞 水洞长800米 全程黑暗闭塞 但是出了水洞之后 又是另一番别致的景象 除了洞口呈现在眼前的 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眼前的土地非常贫旷 屋设三三两两 有的房屋 春烟鸟鸟 偶尔还能听到孩童的嬉笑声 霸美村是一个壮族村寨 存在这个时间已经数百年了 寨子里面有屋设上百 行走在屋前屋后 可以看到当地的壮族女人们 用着古老的工具织布 而男人们则刚刚跟完田 牵着牛回家 这样男耕女之的美妙生活 将陶渊明的桃花圆境 完美地演绎 让无数人鲜艳无比 站在房屋前向远处看去 门前是绿色的田野 屋后的书竹 随风摇着身躯 最显眼的 还要数 寨里面那棵 古老而有高大的榕树 古树参天 那粗壮的树根 和吃油一般 盘踞在地面上 无比震撼人心 霸美村的人 依然过着农耕的生活 虽然如今科技这么发达 但是当地人依旧用着 最原始的工具 去开荒辟地 这种返璞归真的美好 真是世间难得 看到这里 你想不想去霸美村一游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